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节目现场 本周美股终于出现回稳的迹象 但是在美联储还会持续升旗的情况之下 投资人该如何关盘 另外加密货币遭到抛售价格疲软 对于虚拟货币的前景看法又是如何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 海投全球首席执行官王金龙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美股的最新走势 而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专访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的是 海投全球的首席执行官王金龙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点评 近期美股市场的最新发展 王总你好 王总首先要请教您 美联储上周是升息了75个基点之后 美股感受到压抑 道指跌破了3万点的整数关卡 虽然有反弹 但是幅度都不大 怎么分析近期美股的走势发展 所以这是一个选择题了 所以美联储选择的是加息控制通胀 然后允许经济去就收缩一部分时间吧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首先这些公司 一部分是因为疫情结束以来吧 他们的收益会受到的影响 另外就是加息以后的话 他的资金成本在上升了 所以股价就受到了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震荡是比较正常吧 然后等到整个消息被市场消化以后 他可能会有一些反弹 但总体来看的话 因为后续还有嘛 就7月份可能计划还是要加息75个BP 然后下半年 就是到年底之前 可能还要再加两次各50个 这样的话就是到年底 整个利率会升到3.5左右 这样对这个公司的压力会更高 所以从报表来看的话 因为马上就要出Q2的第二季度的报表了 所以不会特别好看 所以我觉得美国可能在震荡之间的话 还要继续去下行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三分点 倒是应该没有见底了 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些反弹和震荡 是的 高通账呢 似乎已经影响到消费者的行为了 从支出 从这个非必须商品 已经转移到旅行等相关的 这个服务性商品 这是不是表示 接下来旅行相关个股 会比较有所表现 通胀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已经接近9%了 然后有几个现象吧 一个就是我们叫persistent 就是就非常坚固了 就很难打下去 然后另外就也在传播了 一个方面是像其他的行业 就最早的话都是像能源 就是油价在上涨 然后房价在上涨 现在就转到服务行业的在上涨 尤其是工资上涨的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这样就很难再压下去了 另外就是原来只有美国的通胀比较高 现在已经传递到比如说欧洲 像英国 这通胀已经超过9%了 然后另外当然也传递到了 这个新银市场 主要就是因为一个是油价上涨 另外就是这个食品类的价格在上涨了 只要是包括像俄乌战争以后的话 粮食减产 然后导致了食品价格的上涨 这很快就传递到其他的 像尤其像非洲啊 像这种依赖于食品进口的国家 所以这个短期之内是很难控制住的 然后对美国这边的影响就是 还是看尤其是这种普通的家庭了 他们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是比较少的 就是你买了这种食品啊 油啊 有剩下的钱怎么去分配 所以大家就原来在疫情期间都会买一些这种非必须的消费品 就比如说像衣服啊 什么鞋呀 这种现在呢 就是基本上转移到消费这种服务上面去 就比如说大家更多的到也到夏天了 到出去就餐 然后出去旅行 所以这个呢 对这整个板块是有一定的推动的效应的 但是这个抑制效应也比较强 就包括我说的一个方面是油价上涨了 整个这个费用增加了 就机票啊 什么就价格涨得很快 然后另外也是因为 工资上涨以后 劳动力紧缺 就很多航班的被迫停飞 就是因为它没有服务员 没有pilot 这样的话就是也 进一步压缩了供给 所以也推高了整个的这个价格 所以整个出行板块的话肯定是受益的 但是就像我说的 反向来的话 如果价格太高的话也会抑制一部分的需求 另外现在投资人呢也很关注就是这个虚拟资产 近期可以说是与股市同步也遭到抛售 怎么分析像是比特币的加密货币的最新发展呢 最近大家可以关注得到了 就是虚拟货币啊 这个就是价格跌得非常快了 就包括比特币一度就跌破了两万点 现在稍微有一些反弹 我觉得这有些是市场的原因了 就是跟整个市场大家都在risk off 就是这个风险资产同步得到就抛售 股也跌债也跌 然后数字货币肯定要领跌的 因为它是风险最高类的这个数字资产嘛 同时也有一些它内部的原因了 就包括像前段时间领跌的 或者是这爆仓的 穩定币 它本身的就是没有底层的实际资产的 都是通过这种模拟啊 这种算法来支持的 所以这一旦市场波动的时候 它很快就就就爆掉了 也进一步压低了整个市场的表现 长期来看的话 我认为数字市场还是有前途的 尤其是现在基本上百事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机构在参与了 另外就是也确实通过数字货币 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我们认为从长期来看的话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但短期来看的话这个震荡和波动还没有停止 一个是在挤泡沫 另外也就是把这些 类似于像庞氏骗局一样的这种fraud 都需要暴露出来 然后这个市场会更健康 然后才能再稳健的发展 是的 进入下季了 接下来的操盘建议是如何 市场那么压抑投资 是不是应该趁此机会好好的去休一个假呢 所以传统商的这个建议都是说 sell in may go away 就是到五月份就应该泡掉了 然后大家去安安心心去过一个夏天度个假 然后再回来再接着去做 我觉得这个传统的wisdom还是有效的 尤其像我们还在预计 还在继续加息整个市场去动荡 在这个时候与其去抄底去操作 还不如稳定一下 等到秋天的时候 市场稳定下来再回来继续去投资了 但今年的市场不是很乐观了 就是像我说的一个是 美国到底会不会进入经济衰退 还待定 虽然现在概率越来越高 然后另外就是 整个的走势还是在动荡 就还没有见底 所以我建议还是不要轻易去操作 但也不要轻易就是完全空仓了 大家还是保持一个平常心 另外就是夏天真的应该去多休息休息 等个市场稳定 回来以后再接着投资吧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大家 王总表示 美联储升息是预料中的事 而且还会持续升息到至少九月份 因此美国短期势必下行震荡 道指三万点应该并不是底部 另外加密货币因为市场减少曝险遭到了抛售 但是王总他是看好虚拟币的长期走势 认为市场在清洗泡沫以及去无存经之后 长期的走势仍然是健康的 而对于市场近期如此的压抑 王总也同意不妨趁着暑假大家好好休息一下 现阶段不建议投资人贸然进场 也不建议放空 大家还是保持观望 尽待美联储走完升息的周期 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周报节目内容 提供大家做个投资上的建议与参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